現在每年都會用演唱會錢拿我去部落做 當作我們部落界上面的文化的教育基金 然後他們表演表現不錯的人就可以跟我一起表演 像看來看他們兩個 他們都長大了五年前的事情 都五年了很快 然後最近突然也碰到很特別的事情 我們也是第一次 其實東海岸有三十三個BOT開發案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知道 東海岸很漂亮 你現在去都很漂亮 現在都還沒有蓋什麼房子 但是我很怕有一天它會變成像墾丁一樣 墾丁以前也很漂亮 所以我去在還沒有那個春天暗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墾丁很漂亮 海灘真的是白白的 乾乾淨淨的沒有什麼垃圾 也沒有房子擋住風景 你要下去 開車一路上 風景都被房子擋住 他們知道風景的 你要看風景 你要停車 停車可能要給你收一百塊 沒有的話出飯店三四千塊 還請第一排可能還要更貴 我不害怕 怕一怕我的家鄉變那樣 當初很多飯店也說要給我們就業機會 可是我都覺得錢都被他們賺走了 我每一輩子都只能賺那個 就是員工啊 掃掃地啊 整棉被啊 偶爾可以看到蜀蜜去飯店唱歌啊 我不知道 那我突然害怕起來 我應該要做 我需要更有力量做這些事情 人的發展有很多方式 我覺得破壞自然之後再蓋一個巨大的建築物 是最好的發展方式 那為什麼不讓我們員助理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BOT嘛 政府投資我們 三十億好了 我自己隨便講一句 探幣嘛 我們自己想辦法 我們要蓋 我們可以做盛照 我們可以蓋傳統物啊 就是全部都是傳統的房子 愛小小的 就是用當地的建材來蓋房子 全拍傳統物不是很漂亮嗎 那是 那是